实验仪器变身吹去,实验室变身厨房,不用加热怎么煎鸡蛋,熟鱼片怎么会吃出生鱼的味道,分子烹饪到底有什么奥妙,带您一起探秘神秘的分子烹饪,相亲下令您马上播出。 您好,欢迎来到科技院暑期特别节目,乡村夏令营,体验营之后让我们共同进入更加精彩的探秘营中。 首先呢,向大家介绍一下来到我们探秘营中做客的现场嘉宾,这位是雨晨,大家好,欢迎裴峰,大家好,柴志,大家好,欢迎三位到我们的探秘营中做客。 今天我们要探秘的主题是烹饪,用白话说就是做饭,都会做饭吗,尤其是雨晨和裴峰,我会吧,裴峰会不会? 我就偶尔泡泡泡方便面,然后再往里打个荷包蛋。 泡泡方便面,行吧,那也算做饭的一种,确实是做饭其实是一个很有趣味的一件事情。 那其实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这个烹饪和做饭,那肯定不是说我们通常说的这些方式,它是一种非常非常特别的方式,叫做分子烹饪。 你看,现在我眼前有这样一道菜,这个菜的原料其实就是鸡蛋,这个黄色的是鸡蛋黄,那么这个白色的是鸡蛋青,它是做成这样一个糕点的状态了。 你们说,就这样一个菜,这样一种鸡蛋的状态是怎么做出来的? 它应该是一层一层加吧,应该是先加蛋青,然后再加蛋黄,然后一点点落的那种吧。 我跟您想法是一样,我一看一看它,我也是觉得它可能真的是把蛋黄和蛋青分开了,分开了以后,然后各自做出来之后,再一层一层这样马放起来。 不知道咱们想的对不对啊,这个问题啊,我们就要请教这道菜的大厨柴智女士了。 其实呢,柴智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博士,作为这道菜的大厨柴博士,刚才我们猜想的对吗? 嗯,刚才主持人和两位同学说的是对的,嗯,就是也是,是确实是一层一层做出来的,但是呢,也不完全对。 嗯,具体怎么做呢?我之前做这个菜的时候,录了一段视频,请大家一起看一下吧。 好。 这两个鸡蛋羹是采用两种不同的加工方式做出来的,柴智首先采用了传统的鸡蛋羹的烹饪方法,将容器放置在烧开的水中进行制作。 首先加入一层蛋黄,等蛋黄凝固后,再倒入蛋清。 经过一次次的重复之后,分层鸡蛋羹就做成了。 这样做出的鸡蛋羹,虽然可以达到分层的效果,但是,每层之间没有粘结在一起,鸡蛋羹里会有很多气泡。 接着,柴智又采用了另一种方式进行烹饪,它采用实验室里的恒温水浴锅。 把温度设定在恒定的80摄氏度进行加热,还是采用一层一层加入蛋黄和蛋清的方式。 这样做出的鸡蛋羹,每层之间连接紧密,而且有着果冻一般的质感。 为什么加工方式不一样,制作出的鸡蛋羹就不一样呢? 这个分层就是我们刚刚在视频里看见的鸡蛋羹。 那这边左边的这个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用的方法做出来的鸡蛋羹。 它有很明显的这个蜂窝的结构,而且大家看,这个是一层一层很容易就分开的。 但是我们这个鸡蛋羹呢,它是每一层连得很紧密的。 所以说呢,做这个鸡蛋羹,它的关键就是在于温度的控制,温度控制在80度。 就是蛋白质呢,它刚刚开始凝固,但是还没有完全凝固的时候。 这样在第一层这个状态的时候,我们加入第二层。 咱们把盘子拉过来看一看。 直接上手了。 更加整体,有弹性的样子。 跟果冻似的。 跟果冻,你再看看那个。 硬果冻。 硬果冻啊。 另外好像这样的,用这种方式烹饪的光泽度也更好,是吧? 看起来也要漂亮。 更光亮,对对对。 这就是温度对蛋白质的变性作用。 蛋白质的变性作用。 对。 雨晨和裴峰,知道什么是蛋白质变性吗? 以前好像听过一点。 稍微听说过一些。 那你们说说,什么是蛋白质。 好像就是加热以后,然后变熟了,然后就好像就是变性作用。 雨晨呢? 就是,她可能是经过某些处理,然后加入一些东西,然后就是她原本具有的性质,然后发生了改变。 然后,她体现,就是宏观上体现出来就不一样了吧。 嗯,那么蛋白质变性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一块继续探秘。 蛋白质是我们食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生命的物质基础。 动物植物有机体中的每一个细胞都离不开蛋白质。 可以说,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命。 假如把我们的身体比作一辆汽车,平常我们吃的馒头米饭等,就是给汽车提供能源的汽油。 而肉、蛋、奶等富含蛋白质的物质,就是组成这辆汽车的零配件。 一个体重70千克的成年人,体重的三分之二都是水,大约有40到50千克。 除了水以外的另一个重要物质,就是蛋白质了。 它在体内将近11到14千克。 坚硬的骨壳,强健的肌肉,甚至纤细的头发,都含有大量的蛋白质。 预热变性,是蛋白质的一个重要特征。 鸡蛋清预热变白,就是蛋白质变性的体现。 生鸡蛋清中的蛋白质,就好比是这些一个个排列整齐的毛线球。 当蛋白质受热时,这些毛线球就会散开,然后相互交错在一起,变成了一堆杂乱的线团。 这时,它们空间结构发生了变化,性质自然也就跟着发生了变化。 我们煮鸡蛋,也就是为了让鸡蛋内蛋白质发生变化。 从这个意义上说,厨房就是一个科学实验室。 同样,在实验室里,也可以依靠精密仪器,根据食材的物理化学特性,进行分子层面的精确烹饪。 刚才短片当中提到,说厨房就是一个大的生物实验室,而实验室也可以变成厨房。 那我想,实验室,咱们做实验都是很精确的,用那样的一种方式来探寻生物的特性。 如果是用这种精确的方式来做菜,那我们会吃到什么样的菜啊? 这个真的是让人很期待,也很好奇。 今天我就带来了一个鸡蛋,它就是我利用食材的特性,然后通过精确控制的方法烹饪出来的。 看起来就是一个主鸡蛋。 对,它就是一个主鸡蛋,但是跟我们平常吃的主鸡蛋又不一样。 不一样的。 雨晨,陪峰,你们平常吃的主鸡蛋是什么样的? 就是有的是那种蛋黄跟那个蛋清都凝固了的那种。 然后有的就是里头可能还有那种蛋黄不是,还有流汤的那种。 那我们叫西黄蛋。 那我想请问大家有没有见过一种鸡蛋,它的蛋黄是凝固的,但是蛋白是可以流动的呢? 没有。 就还是没有。 现在我们敲这个鸡蛋来看一看。 它蛋黄和蛋清的状态可能跟我们用通常的方法来烹饪的鸡蛋会截然相反。 好,现在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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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真的哎。 大家看这个蛋清是不是像布丁一样。 对。 是可以流动的。 对,蛋清是稀的。 那蛋黄呢? 蛋黄是什么样的。 来,你来试一下这个蛋黄。 这个蛋黄是相对凝固的。 哎,你看用勺子捅它都不破。 哦,得使大劲破了。 就是相对于蛋清来说,这个鸡蛋就是蛋黄好像更紧实。 对。 而蛋清是稀的。 真的啊,这个我们平常吃的西黄蛋截然相反。 太神奇了,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来看短片吧。 好,从短片中探寻秘密。 不同的蛋白质有不同的变性温度。 蛋黄的蛋白质分子在超过60摄氏度时,结构会发生改变,随即凝固。 而蛋清的分子结构则要超过80摄氏度才会改变。 控制水温在60到80摄氏度之间,就可以做出这种奇特的煮鸡蛋。 采用沸水煮鸡蛋,水温是100摄氏度。 虽然温度很高,但是由于热量是自外向内渗透的。 如果加热时间较短,会出现外层蛋清凝固。 里面蛋黄是叶皮的溏心蛋。 柴博士,咱们刚才说了半天鸡蛋,这可能是我们烹饪当中比较简单常见的食材。 还有没有什么看起来更高深,更美味的东西。 我今天刚好带来的三种三文鱼,请大家来尝一下。 三文鱼好啊,三块是。 其中有一块是用高科技的手法做出来的,请大家来看一看到底哪块是呢。 我们就请陪风待劳了。 好,谢谢。 好像中间的那一块吃起来更软,更偏近于生的感觉。 就是我一开始吃的感觉,那个感觉是有点像生的。 那你们猜哪一种是用特殊的方式做的呢? 肯定是中间那个。 你觉得中间那个吗? 那我也这么认为,柴博士我们猜的对吗? 对,大家猜的对了。 这个呢,就是我们一种新的烹饪方法,叫做真空低温烹饪法。 哦,真空低温烹饪法。 这名词听起来就比较复杂啊,又是真空又是低温。 究竟它是一种什么方法? 怎么用它来做这个三文鱼呢? 我们一块通过短片来探秘。 偶然的雷电引发了天火,把人类的进化和其他物种的进化区别开来。 火给人类带来了光明与温暖,让人类从吃生食变成了吃熟食。 火在人类进化史上,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 这个古人发明加热,使人的健康提高,其实是解决了一个杀菌、杀虫的问题。 熟食给人带来健康,也让食物产生了新的味道。 因为加热了,食物本身就会发生一些化学的生化变化,会产生一些风味的不同。 正是这种变化,造就了生鱼片与熟鱼片之间的区别。 但与此同时,加热也在改变着食物的营养成分。 有很多营养物质是不耐高温的,就是超过了70度以上, 有许多的维生素,还有一些功能性的因子就会被破坏掉了。 低温烹饪技术,可以让食物既有熟食的气息,又保留了生鲜的味道,最大限度的保留了营养。 那么,低温烹饪究竟是怎么做的呢? 让我们来看看刚才吃到的三文鱼的做法吧。 把三文鱼包装袋抽成真空密封起来, 放置在60摄氏度的水浴锅中加热15分钟, 这种低温烹饪的鱼就做成了。 将食物真空包装,可以避免加工时空气对于食物的氧化作用, 控制温度能够最大限度地保留食物的原汁原味。 对于三文鱼,蘸着芥末酱油生吃,自然是很多人能够接受的, 但是,对于其他一些食材,像鲁鱼,由于太腥,愿意生吃的人就不太多了。 低温烹饪就可以去掉鲁鱼的腥味,做出熟肉的口感, 同时还鲜嫩多汁,保持生鲜的味道。 青鲜鱼可能一碰它就会碎,它比较柴一点这个口感, 但是这个鱼呢,嚼起来非常的嫩,而且有嚼腿,那个口感的话比较脆。 有些饭店里已经用上了专用的真空低温烹饪锅。 一个是水鱼锅,一个是真空包装机, 那么这两种机器加起来呢,就是说是它的功能相当于是这个低温烹饪机。 利用这种合二为一的锅,就免去了包装抽真空的过程。 设定好温度,直接把食物放进去,就可以进行烹饪了。 除了用这种真空低温的方式,能够把东西做熟, 但是又能够保留原有的风味, 还有什么其他高深的方式,能够在我们像实验室一样的厨房当中来做出来? 这个呢,还真不知道。 就是一个食物做成什么样的程度,大家认为它就熟了? 就是一般都没有什么细菌之类的呀,就熟了。 然后我们看它颜色变了,什么的那些。 这些。 他们俩一个说得很理性,要没有细菌,一个说得很感性, 就是要看什么颜色呀,什么发生变化。 他们俩说的都是对的,但是从化学的角度来说呢, 我们认为对于这种高蛋白的食物来说, 它只要蛋白质变性了,它就是熟的了。 所以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方法, 也可以是蛋白质变熟,当然这个熟是达引号的熟。 这会是什么方法呢? 那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吧。 好,那请我们的导演给我们上一下锅炬。 好,可以把那个鱼拿走了,不需要这个鱼了。 好,那查老师,这还是要给我们做鸡蛋, 要把鸡蛋做熟。 那那个瓶子里面装的白色的是? 就是我们平常喝的白酒,二锅头。 这是白酒,你就要用白酒, 把鸡蛋做熟。 和这个锅就把鸡蛋做熟,而不用火吗? 不用火。 哇,太神奇了。 那你快演示一下,给我们看一看。 行,我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蛋清已经搭好了。 我们把白酒像正常做饭的时候加调料一样加进来。 见证奇迹的时刻了,原来做鸡蛋,不用火,用酒就可以。 像翻炒一样的。 还可以小拌一下。 这个过程倒是跟我们正常的用油做鸡蛋是一样的。 好,大家看。 已经非常像汤里的鸡蛋花的感觉了。 是吗? 不会对吗? 对啊,这这么高的酒精含量,它怎么吃呢? 我们还可以用一种方法把这个酒精给除去。 哦,还可以去除酒精。 对,因为酒精比较容易挥发。 那做到这里,我问一下两位同学, 就是这种白酒或者酒精让蛋白质变性的粒子, 我们生活中还有没有别的呢? 到医院去打针。 然后每次呢,大夫都用那个棉签在这儿消消毒。 对,棉签在连酒精在皮肤上消消毒。 对,这就是我们生活中酒精使蛋白质变性的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那其实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而且恐怕还不只是酒精这样一种物质, 还有很多其他物质可以达到使得蛋白质变性的目的。 我们通过短片来继续谈密。 酒精能够进行杀菌消毒, 利用的就是酒精能使蛋白质变性的原理。 蛋白质是病菌的主要组成部分, 蛋白质变性了, 致病菌就死掉了。 除了温度酒精以外, 像酸、碱、紫外线、 X光也会让蛋白质变性。 实验室、医院和饭店, 甚至农业生产上, 灭菌杀虫的杀虫剂、 灭菌灯, 利用的就是蛋白质变性的原理。 紫外线对蛋白质有一个破坏的作用, 而蛋白质又是构成机体的一个主要的材料。 那么通过紫外线的照射, 可以就使微生物失去了它的生命, 然后也就不能对人体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东西构成威胁了。 而这些方法的原理, 与我们用火煎鸡蛋, 用水煮鸡蛋, 用酒精炒鸡蛋是一样的, 都是让蛋白质发生了变性。 其实我们用这个酒精来杀菌的原理是, 是让酒精使得这个病菌的蛋白质变性了, 由此这个病菌细菌也就被杀死了。 那咱们这个分子烹饪, 咱们刚才说了很多是利用分子烹饪控制这个蛋白变性的方式, 分子烹饪当中还包括其他的方式吗? 主要是利用食材的特性, 在分子的物理或者化学角度上对它进行控制, 做出来的菜肴都属于分子烹饪的范围。 我今天还给大家带了两个新鲜的煎鸡蛋给大家看一看。 它那个蛋清和蛋黄看起来好像更生一点了, 比我们通常吃的深一点。 这到底是不是煎鸡蛋呢? 请大家尝一尝就知道了。 尝一尝。 好,雨晨,你代表我们尝一下。 看看什么味道了。 这是两个都可以吃的。 有点蛋清,我对那个像牛奶一样,蛋清特感兴趣。 也只有一样。 是酸奶的味道。 酸奶的味道啊。 酸奶的味道啊。 那那个蛋黄呢。 对。 为什么是橘子的? 橘子味道的? 对。 哇,太神奇了。 太神奇了。 那柴佛师这个原料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蛋清部分就是酸奶倒出来的。 然后这个蛋黄呢,我们是通过胡萝卜汁和海藏酸奶, 然后加上钙一起做出来的。 哎呀,这道看起来像炭鸡蛋, 其实是融纳了酸奶和这个果蔬鱼一起的菜肴。 到底是怎么制作出来的? 我们赶紧通过短片去一块儿揭秘。 柴汁带来的果蔬汁煎鸡蛋, 其实是一种新型的胶囊食品, 利用了食品级的海藻胶和钙岩之间的特殊反应。 当海藻胶与钙元素相遇时, 会形成一种柔韧的固体膜, 可以将果汁包裹在其中。 它给人的感觉是出来的这个食品的样子非常的可爱, 非常的好看, 很像鱼子酱, 所以这个技术有人也管的叫人造鱼子酱技术。 李刚是北京市一家餐厅的厨艺总监。 他能够纯熟地利用海藻胶和钙之间的反应, 制造出各种各样奇异的食品。 做用这个西瓜把它做成鱼子酱, 然后还有什么那个木瓜这些都可以把它做成胶囊。 在普通的西瓜汁中加入海藻胶, 然后利用注射器把西瓜汁滴进含有钙元素的水中, 一粒粒的西瓜汁鱼子酱就做出来了。 地道一定要均匀, 它会变成一粒一粒的这个鱼子酱液。 那么这个呢我们可以运用于各种, 可以用各种蔬菜汁或者说是自己想要的那个口味的这个, 我们都可以把它做成小球。 接着,他又为我们制作了神奇的果蔬汁煎鸡蛋。 手把一路轻。 看起来不可分意, 胶囊包埋技术像魔术一样, 让这一切变成了现实。 经过包埋的饮料, 果汁, 蔬菜汁, 隔绝了与空气的接触, 不会氧化变色, 也保留了它们原有的味道营养。 这些元素呢, 有非常的不耐酸, 不耐减, 怕温度变化, 就是容易被环境给破坏掉, 所以我们需要把它先包起来, 我们把它吃下去了以后, 让它在肠道, 这个胃胶囊的壳破开, 再把里边的这个功能性的成分释放出来。 当然, 分子烹饪并不仅限于这些。 还有泡沫技术, 可以利用气体把寻常的牛奶变成摩斯一样的泡沫, 把传统食物的形态做得千姿百态。 有些病人呢, 他可能因为某种特殊的原因, 丧失了嗅觉和味觉, 通过这个分子烹饪技术, 做出这个食品的样子, 符合他所喜欢的食品的样子的话, 尽管他是闻不到香味, 尝不出好的滋味, 但是他在视觉上得到了满足, 这也可以帮助他进食。 今天真是大开眼界, 是吧, 你们俩有这样的感觉吗? 长见识。 长见识了, 怎么样, 是不是很受启发? 有没有想到什么新鲜的制作方式和菜肴? 就是可以把不同的东西的味道, 然后浓缩到一个东西里面, 然后吃那个东西就感觉好像吃很多那种菜一样。 裴鹏恐怕以后跟人介绍你的拿手菜, 不仅可以说我会做方便面, 还可以说告诉你们跟同学炫一下, 说我可以不用火就给你们做鸡蛋吃。 就是我很佩服那些最先会想到用这种途径和方式去这样做的人, 我觉得他们可能都是一些像柴果是这样的。 您见过鸡选美吗? 我们在鸡选漂亮。 您感受过这样的抓鸡比赛吗? 您品尝过特色虎头鸡和毛鸡蛋的美味吗? 请我留点,请我留点。 乡村夏领宁之寿光稻田镇之旅, 尽请收看。 白色咖啡色西红柿您见过吗? 长得跟辣椒佛手瓜一样的西红柿您听说过吗? 西红柿为什么会有百变的颜色和形状? 西红柿里的小格子到底起什么作用? 西红柿怎么吃更利于健康呢? 乡村夏领宁带您去探秘。 下期播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转发员标准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